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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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今天的鳳梨呢 我今天的鳳梨看小小的一棵 因為我這次呢 買三棵一百塊 上次那棵是一百二十九塊 那棵鳳梨一百二十九塊 那品種不一樣 那湯很多汁很多 我這樣子 四等會 我用一半多一點而已 因為你越多你都做的越多 那我的芯也切掉囉 我要把它切成 就是切成小丁 好 這些丁的鳳梨呢 就直接放在 我加上細白糖 至於加多少呢 你的鳳梨如果很甜 你的糖就加少一點 鳳梨酸你的糖就多一點 像我今天鳳梨雖然是很黃 但是它並不很甜 我加了三大匙的細白糖 這個兩匙 那你要再多一點 或是我不曉得那麼甜 對你們兩個大匙 OK 就是看自己的口味調整其實也可以 對 好 我將糖化進來喔 看到了喔 好 這裡有沒有三大匙糖 你看這鳳梨 切丁號來 我先把它抓 它抓糖跟鳳梨混合 它是不是冒出水出來吧 是 對 有沒有 這鳳梨水出來的湯汁的時候 好 就這樣子 哇 好香喔 鳳梨的香好香 嗯 OK 好 這樣鳳梨 鳳梨糖汁了 這時候我放的是什麼粉 我只要放這個糯米粉 紫米粉 我今天用的是 屏東農產的水模糯米粉 至於多少 不能告訴你說多少 不是老是上課 因為你看你這個東西多少 你來等一下粉 放到可以抓到成 可以成團狀 這樣就可以了 你自己的要適合 你如果切一小塊 你可能粉就是很少 所以粉我邊加邊放 放到成團狀 成團狀 懂我的意思齁 我不是不告訴你們量多少 它看你的鳳梨 用量多少 汁多少 然後這裡頭就直接放進來 我知道這些應該還不夠 所以呢我就倒很豪邁的先倒進來 這是屏東農產糯米粉齁 好 不過我們再加 邊倒邊加 對 是 再把它捏成團狀 對 捏成可以成團 這樣就行了 嗯 那萬一太乾了 你看我倒了有點多的話 太乾了吧 再加點水都沒有關係的 嗯 那再潮溼我們再加粉 這是屏東農產的水模糯米粉齁 你看這樣摸起來是不是還有點黏 有點黏對不對 對 有點黏 這時候再加點粉 但是也要一點濕喔 嗯 沒有濕濕的話 沾不上 那個芝麻 沾不上 哦 所以你把我們的秘密武器都講出來了 對 我要讓它成團狀 但是呢 也不能太乾 太乾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沾上了芝麻了 那就沒有剛才那麼黏對不對 剛才很黏對不對 嗯 就是太潮溼了 好 我放到旁邊 哦 成這樣的團狀 對 它是很簡單的 嗯 好 那我就這樣來做成 我把這個拿到後面好了 好 我們把空間挪出來 來 來這裡我們切掉白芝麻 嗯 白芝麻 生的白芝麻 我倒這樣就比較好弄 自己多少就看你做多少 是 你不知道材料有什麼 這樣就好了 你看這個團 嗯 看到了 對 切也可以 或者是 我是直接用手抓 均勻的 均勻的抓這樣就好 這樣子 既然它能割出來的話 就用大手用來切 我不要太大塊 嗯 不要太大 對 小小塊的看起來比較精緻 我 兩小塊的鳳梨 新鮮的鳳梨嘛 嗯 我用小小球 這球比較大一點 嗯 我來盒面這個 好來 你看 我這樣 揉成圓球 這很可愛 小小的 嗯 揉成圓球之後呢 我把它壓扁 嗯 壓扁圓狀 今天很可愛小小的 好 扁圓狀之後 好 我放在芝麻上面 嗯 嗯 我要沾上芝麻 是 好 我先全部都先把它做好 你看這樣沾 嗯 好 我意思是說 你可以這樣子 先這樣芝麻沾好 放在盤子裡頭 嗯 小朋友放鞋回來的時候 你再現煎 因為它最熱的好吃 是 好 你看這樣子 它就不會黏住了 它上面有芝麻 那你如果太乾 芝麻就沾不住了 是 好 這幾個竅門老師對我直接講了 嗯 好 我們起油鍋了 好 要起油鍋了 好 來 油不需要很多 油不需要很多 嗯 好 來 我要小火 剛才我 有先開油溫 所以呢 它就有點正 我現在改最小火了 來 我們就這樣子 我要放進去之前呢 你看 我會這樣再 洗牙給一下 讓它 芝麻不要掉在 那裡頭 好 我從旁邊來 這 你不用擔心 因為它旁邊有芝麻 所以呢 可以靠近一點 不會像那個 之前 它沒有芝麻的話 它會沾黏 所以要分開一點 嗯 你看我可以這樣子 好 進去之前 我再稍微洗牙給一下 我用小火 嗯 要有耐性的 好 不然它裡頭是 都是生的粉 嗯 生的粉 用小火先慢慢煎 對 煎到金黃就行了 嗯 這樣漂亮嗎 畫面上 有 你看這樣子 2 4 6 7 再來 再來一遍 來 把它放在中間 中間 OK Bingo 就這樣子 嗯 因為是生的糯米粉 跟芝麻 所以要先開小火 油溫上來之後先開小火 先慢慢煎 溫度不要高 溫度不要高 溫度太高很快 芝麻很快就焦掉了 但是裡面的糯米並沒有熟 嗯 它等一下吃起來很難 就像QQ的 嗯 就像麻糬一樣 嗯 因為有水果的口感 是 有水果的味道 我先來翻開 你看 有一點點的金黃色了 有一點點金黃了 來 中間的火會比較大 來 你看 我慢慢 這你看我可以擺得這麼近 因為它比較有的芝麻 就不會沾黏 好慢慢金黃 你看這有夠簡單的點心吧 嗯 你想要慢慢煎 煎到它 它會有點漲起來 蓬起來 這個就 這個就比較金黃了 齁 好 你看看 這顏色 看起來多療癒 齁 嗯 現在還是一樣小火對不對 小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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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我不是 不是最小喔 我覺得還是小火 就是小火 最小火再大一點 咪咪咪咪 不是那個 中心火齁 嗯 不是直火而已喔 好 這旁邊也很圈圈 對很小的火 好 這樣這三面熟了 顏色要整個都金黃 齁 整個整個全部金黃 好 做這個絕對不能跑去上廁所 哈哈哈哈 我們是接電話齁 對 不能做別的事情 要在旁邊照顧 是 等一下就焦掉了 芝麻本身就很快焦 是 更何況我們要讓它煎熟 你焦掉你手 沒有手 這個噴啊 噴塞塞是喔 好 你看顏色都很漂亮喔 是 好 好 來這邊就這樣 我等一下先拿出一個 來 有耐性 我們來照顧喔 有耐性喔 尿以環喔 它變色了 對 夢瓜 夢瓜可能太軟了 沒有口感喔 不過你試試看 它跟香蕉也差不多 嗯 跟香蕉也差不多 試試看 都沒有關係 你先吃 吃少少的 少少的試 好吃的 告訴我們 那看一下 漂亮吧 嗯 你看 黃中代曆對不對 是不是黃中代曆很漂亮 對 是 哇 這個我一口氣可以吃三個 太棒了 我再把它放到這邊來 哇 啊 我們今天的 叫 芝麻鳳梨Q餅 因為它吃起來像麻糬一樣 就像扁桿桂QQ這樣 所以呢 我就把它叫做Q餅 這老是自己取的 取的名字 來 這個 這樣子 嗯 好看 好 我們的那個 芝麻鳳梨Q餅 這樣就完成了 很簡單 所以呢 弄米粉 多少 我並沒有告訴你多少 好 因為要揉到它可以成團狀 不黏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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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乾的話 沾不了芝麻粉 是 沾不上芝麻 嗯 太黏的話呢 兩百塊 好 你就知道怎麼做了 所以呢 我今天 並沒有 我只是兩片的鳳梨 然後呢 並沒有多少的糯米粉 你自己要 一面加 一面加 一面斟酌 就這樣子 畫面上可以看到了 好 趕快做 然後呢 請你們鋪上來 Tag老師老師就可以看到了 你做的是 哪什麼水果的芝麻Q餅 什麼水果的芝麻Q餅 我們來比賽好不好 好 OK 保證好吃又簡單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拜拜